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他们的婚礼将在本月二十五号在巴厘岛举行 到十号闺蜜高原原夫妇也会出席婚礼 众所周知 贾静雯比修姐姐大就岁 一开始众人并不看好这对姐弟恋 为什么呢 因为总觉得他们不相配啊 你看贾静雯长得漂亮 有钱 情深高 当年凭借一篇屠龙几招影一角红遍大江南北 影视思源也是拿到手软 修姐姐呢 台湾是巴县男演员 没有稳定的通告 长得一般 出了身高一米吧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 为什么这么优秀的贾静雯选择了修姐姐呢 或许我们的从贾静雯上一段失败的婚言中找答案 2005年 贾静雯和富豪男友孙志 好生下女儿孙灵溪小明梧桐妹 这一段恋情属于先上车后买票 生了女儿八年后 两人在美国正式结婚 那时候的贾静雯选择结婚生子还是很有勇气的 因为当时她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一天屠龙记》《至尊红颜》等电视剧 为她在内地打消很好的口碑和观众基础 而她的粉丝也都反对 她和孙志好在一起 认为孙志好除了有钱 其他都配不上贾静雯 但恋爱老的贾静雯 还是一人决然为孙志好生孩子 但豪门生活并不顺利 孙志好的妈妈不满意 贾静雯是一人 对她一直带有偏见 贾静雯为婚禅女 婆婆还要求检验孙女的DNA 才能让她入门 而丈夫孙志好呢 有时一个喜欢在外面年花热草的花花公子 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家庭上 就在贾静雯产女的前一晚 还被拍到在外面驾车载美女 因此这段婚姻没迟了不到五年 便开始了狗血的撕逼夺女戏马 贾静雯意识到婚姻无法继续时 清楚要离婚 但男方把女儿藏起来 次个月不给她见 贾静雯没有办法 在媒体面前 与孙志好一家隔空对峙 要求孙志好让她见一面女儿 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贾静雯可以说是拼尽全力 不惜放弃在上海的房产 和2600万新台币 拿到了女儿的监护权 最后在2010年 两人在台北签字离婚 贾静雯终于得以走出这段失败的婚姻 摆脱前夫孙志好一家带来的阴影 重新付出的贾静雯遇到了修姐姐 2014年电影《不能说的夏天》 手印里上默认了和修姐姐的恋情 随后修姐姐也在微博上大方承认 但大家还是不看好这次的恋情 认为两人年龄相差太大 不会有结果的 直到2015年 修姐姐在微博公布贾静雯怀孕了 又是未婚嫌孕 就是大家应该明白 贾静雯上一次的未婚嫌孕 并不是为了嫁入好门 而是对家庭生活的向往 而刚好 修姐姐是能满足她对家庭想象的人 贾静雯怀二胎时 已经41岁 属于高龄产妇 为了保证孕妇的营养 修姐姐每天为贾静雯变招靶子做营养餐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乐在其中 除了关心贾静雯和肚子里的宝宝 对吴童梅也是如季初 两人相处的如同前生妇女 在康熙来了这个节目中 小S就问过修姐姐对吴童梅的特别关照 修姐姐回应说 这也是她人生的一部分 能说得出这句话 看得出来修姐姐是很有担当的丈夫 接受并爱护对方的过去 是多少妹子理想中的另一半啊 2016年 叫静雯再次怀孕 生下第三个女儿B.O.N.O. 两个女儿都出生后 夫妻俩的生活 就是分享生活的小日常 给阿里我们撒撒糖 修姐姐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奶爸 换鸟拨 泡奶粉 和娃睡觉 做饭都不在话下 修姐姐工作不多 也很愿意去照顾家庭 在节目中遇到困难时 两人也会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完成任务 从公开练情到现在 甲敬文 修姐姐都没有停止过 秀文爱 微博上记录了 他们生活中的甜蜜点滴 单身狗们可不要随意点开养 分分钟被塞满嘴狗粮 修姐姐疼爱老婆也是出了名的 甲敬文因为一直想再生一个 但现在树高临产夫 其一生了三胎 再生孩子会拖累身体 对于此媒体就猜测 甲敬文是想给修姐姐生个儿子 但修姐姐回复媒体说 自己不希望生儿子 就算生下来了 也不会疼他 甚至说看到老婆生孩子这么辛苦 考虑过去结渣 这句话让不少网友 为修姐姐的爱情心切和担当变赞 甲敬文向无数在婚宁中 摔干头的女性 证明爱情无关年龄 金钱和过去 她和修姐姐就是这种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估计甲敬文的粉丝也可以放心的说 正回他家对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